再带您来看到的是花莲市的华东部落族人期盼已久的部落聚会所已经完工 那么目前正在申请建筑物的使用执照当中 而花莲市长魏佳贤在今天也前往现场了解完工后的现况 并表示了建筑物执照在核发之后才能申请水电等设施 而最后会在才会正式的验收 那么如果顺利应该可以在八月封年季前启用 市长外加选20号上午协同主秘欧美华建设客长徐国陈宇 云竹民主行政客长曾雅廷等人前往已完工的花莲部落聚会所会刊 现场有建造单位苏建荣建筑师事务所派演说明事正的内容 花莲部落头目陈天胜以及名校理理长黄石桂来表达关切 并且感谢花莲市公所与民意代表对聚会所新建的支持 整个工程的施作过程里面都还算是顺利 那总共工程经费是1218万余元 那我们也谢谢过去在这边一直付出的部落头目 那可以看到这样封锁成果也是花莲市第一座的部落聚会所 我们希望说能够在未来启用的时候 因为最近有武汉肺炎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到未来在八月份如果来做启用的部分 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 也让部落的人能够一起来这里投放共同 那届时我们会邀请民主免会主委 还有花莲县的县长共同来组织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落事 那当然对于花莲市有这么多部落 那因为花莲市的土地真的非常的稀少 也非常稀有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部落在聚会所的部分 能够大家一起来共同爱护也能够共同来使用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达到 部落聚会所能够有效利用的一个现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物 跟邻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特色建筑物 来做一个呈现 可以很明显感受到部落的力跟部落的好 市长未嘉仙表示 希望部落聚会所能够提升社区活力 以及部落的相信力 进一步带动地方的总体营造 以及社区景观再造 包括推广部落风味餐 或部落小旅行等观光发展 另外再透过部落举行传统祭仪 达到族群文化价值的发扬 文化传统的传承 生活原本仅有公园功能的空间意义 也增加公园空间的使用效益 所以给创造了一步 或者您负责带并不在于氤文化